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們回來coco的頻道 你們最近好嗎 我今天穿得這麼sporty 其實是想要介紹第二個題目的 不過剛剛收到最新一期 大家都知道我的愛派 出了它最新出的化妝品的第二波 就是上年三月份他們就出了唇膏 今年他們就出了胭脂 那做他們的粉絲我又怎會沒有買呢 那就來 免得換衣服了 就跟大家來開箱一下到底買了什麼 如果你都對這期的節目是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下去啦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看看買了什麼 因為我好像買了兩個brush 兩個胭脂 還有一支最新出的潤絲 那就是不一樣的 很少的東西 因為其實它這個胭脂出了八個顏色的 那我在這邊 或者這邊幫你們 attach這張照片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它出了八個顏色 那其實很多都是 其實它們很多都是屬於pinkgirl系列 即是很pink的顏色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如果你皮膚 好像我這樣不算太白 其實粉紅色是會顯黑的 那我就買了兩支 我自己覺得好看的顏色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就是這個化妝掃 就是胭脂掃 我要的這個是長版 另外有一個短版旅行裝的 那個就是便宜一點點 價錢 我忘記了 我之後在我的description box 那裡告訴大家 那這個長的掃 我自己覺得比較好的 我一會兒告訴你為什麼 那我們現在馬上打開盤 那我的sealsi 就幫我包得也很漂亮 那我們就打開盤 我發現有很多人都很喜歡看這個畫面 就是怎樣可以打開它 那我們現在打開它 那它就是這樣了 就是一個盒子裝著這個 那我 今次這個package 就是我自己第一次見 其實我有一點點disappointed 因為它上一季的唇膏 它是做了一個很好的marketing 它是一個唇膏 有一個塵袋 我一會兒給你們看 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而這個沒有 那我又很surprise 為什麼它這個掃 毛 就是只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那 也挺滑的 就是掃的那些毛 我第一次見它 我也是 那我也覺得OK的 但是就 對 有點disappointed 為什麼它沒有那個塵袋 所以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這樣 有 它這個 好像不是動物毛 那就是金色 這裡白色 是pink的系列 那 講回剛才我為什麼說我會選長這個掃 就是 這個掃長的 大家做功課吧 這個掃長的 我買之前做了很多research 這個是making friends的 短版的 短版旅行妝那個 我第一個覺得 我覺得這樣 擦胭脂 沒有這樣 擦得那麼 舒服 或者擦得均勻 我自己呢 我不算特別 很厲害化妝 而 這個是making friends的 另外旅行妝那個 是making china的 那你們就去 對比一下 我自己呢 為什麼會選擇making friends呢 是因為 這個牌子是friends做的 我自己會想 買回它 original的地方 去 make這個掃 所以我就選擇 這個長掃 還有我本人的習慣 是習慣了 拿著這麼長去畫 那我就選了這個長的 短那個呢 我第一 不喜歡它的樣子 就是肥嘟嘟的 那麼矮 那另外我覺得我也不會打個胭脂去出街 那所以 我就選了這個 那你們可以 看看 那這兩個是一樣的 那另外呢 這兩個呢 就是那個brush 那我們現在打開它 我是買了19號 Rose Apricot 還有 45號 Rose Amber 我之後會attouch 那些顏色 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可以打開它 那它也包了這個也好 也有一個儀式 是打開它 那我們現在打開 這個是 這就是45號Rose Amber 那它打開了之後 那它就 見回我們的橙色盒 而它這個掃呢 它就只有裡面是橙色 就是它沒有再 有一個additional的package 那它就是這樣推出去 我上網看 它這個呢 我也是很disappointed 它沒有那個塵袋 可能它第一波 那個唇膏那個 做得太好了 它放了那個 那我預期它這個也有 那它沒有了 那它就是這樣打開了 那這個呢 它也是根據那個唇膏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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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aging 咦 飛了那個東西出來 它應該是有膠的 但是飛走了 那它底部也是金色的 那這個呢 就是45號的Rose Ambercon 那打開它 它其實也很漂亮的 我自己覺得 那個顏色 那我待會 我打開這個給大家 還有一個對比 我先放下它 那這個呢 我們打開它 那我自己覺得 它第一期的那個唇膏 那個packaging 它比我可能有太多的 覺得surprise 噢 它的唇膏 幾十元支 它也有做到一個塵袋 然後那個胭脂和那個掃櫃那麼多 它又沒有做到 那我就覺得 對 那是19號 那其實它是有一個膜的 那我們 放下它 我拿給大家看一看 那個顏色的對比 來 你們看得清不清楚 右手邊比較橙一點的顏色 是Rose Apricorn 左手邊比較Pink一點的 是Rose Amber 是Rose Amber 是Rose Amber 是 那我自己呢 喜歡橙一點 我自己也很少嘗試 一個這麼橙的顏色 是因為 我上網看 那些人說 黃皮膚 即是我屬於黃皮膚 不算特別白 塗橙色 會顯得 皮膚顏色會好一點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我現在試上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Rose Amber 那我就 這樣試吧 放在手上 那你們可以看到 它的質感其實很滑 那這個我很喜歡 它的質感很滑 那另外試一下 我用第二個手指 試一下Rose Apricorn 那它真的很滑 那些粉 兩個顏色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那對比 上面是Rose Amber 下面是Rose Apricorn 它兩個的粉 都很滑 那而 我自己覺得 Rose Amber 是 這麼多隻粉紅色 裡面它算是 比較日常一點 即是會塗了好像 很像一個 超Ping Girl 那樣出去 我的年紀 當然應該是十幾二十歲 那我覺得 很值得去嘗試一下 而這個Rose Apricorn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橙 我之後看看 怎樣可以試給大家 而且它的粉 真的很滑 而且很容易上色 即是如果你 用個掃上的話 我相信應該會很容易上色 那這個我很喜歡 好 那我們快點看看它的潤唇膏 潤唇膏 跟之前 上一年那個包裝 是一樣的 即是 都是有一個袋 這個就是我覺得 它少了的東西 即是 我買個掃 那我會期望它有個塵袋 因為 如果你for travel的話 那我不知道小的那個有沒有 那我之後去分開一下 還有 這個 這個也是沒有那個塵袋的 那這個也是有 那我買這個顏色的 潤唇膏 潤唇膏其實它都有三種顏色 我買了 就買Rose Apricorn 因為我想塵上那個胭脂 那它跟平時那些有些不同 如果對比的話 那它這個就是粉紅色的底 那它會有一點點顏色 咦 那它有很漂亮 這個潤唇膏 即是我覺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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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 即是慢的包裝 那 這個橙 我看一下 我拿回Rose Apricorn 那個橙 給大家對比一下 那我可以大家看看 那其實是適合的 那是有三種顏色的 其實 嗯 那個潤唇膏 它除了這個顏色之外 還有另外兩種顏色 但我忘記了 我剛才有一個Rose Tank 它的Rose Tank 又是一種我之前想要的顏色 但後來我就想 其實現在 其實買是純粹好奇 還有支持這個牌子 那 現在其實基本上 唇膏 胭脂其實都很少用 那所以 就 我就買了兩個 那如果是 除了Rose Tank 還有一個 又是很pink的 那那個我就沒有買 那現在試上去看看這個顏色 我放回Rose Apricorn 後面 我聽過那個Salesy說 是有一點點顏色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那我試一下 那它呢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橙橙的 那我也挺喜歡的 這個顏色 那我沒試過 可以是一個新嘗試 那我覺得它的唇膏 有一點點顏色 那我 塗上手 也覺得很潤的 那可以之後試一下 那今天呢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的愛牌 Rex 裡面 今季最新推出的 4月15號上市的 牽絲 素 還有潤唇膏 那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你們都可以去店裡買一買 那北美來說就是 除了它的門店之外 有一間的大型的連鎖百貨 都是有得買的 那大家可以去試一下吧 那看看買到合心水的東西 如果還想看更多這個牌子的分享 或者其他東西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裡結束 我們下次見 拜拜